如果让你献出30%的血来拯救全人类 你愿意吗 当我们谈论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的时候 通常会想到黄金 钻石 艺术品 名车 豪宅等等 这些都是人类追求的奢侈品或投资品 它们的价值往往与它们的稀有性 美感 功能性和历史性有关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液体 它们的价格远远超过了这些固体 甚至有些液体一低 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 或者就会一条生命 这些液体都是来自于生物的液体 它们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见 而且具有非凡的功效或者用途 这些液体的制作过程 往往非常复杂和漫长 而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因此这些液体在市场上供应非常有限 而需求却非常旺盛 导致了它们的价格居高不下 那么世界上最昂贵的生物液体是什么呢 给我点赞 你有一百万 长按点赞不收手 香车没女人都有 本期的搞套榜 我们就将为您揭晓这些 金贵液体的奥秘 第一位 冠军总马经验 赛马界的黄金 赛马是一项古老又现代的运动 它不仅考验着马匹和骑手的技巧和速度 也涉及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投资风险 全球赛马的经济产值 每年可达上亿欧元 而其中赛马的基因 是赛道上影响胜负关键的因素 更代表了自身的竞争力和身价 因此在培育赛马的世界里 冠军总马的基因甚至可以说是主宰 也是整个赛马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因子 冠军总马经验是指那些在赛马或马术比赛中 获得过优异成绩的公马的经验 它们被用来通过人工受精或者自然交配的方式 培育出具有优良基因和潜力的后代 冠军总马经验的价格取决于总马的成绩 血统 生育能力 需求和供应等因素 一般来说 越优秀的总马 其经验的价格越昂贵 例如2016年里约奥运马术个人张爱赛的金牌得主Big Star 它的经验每毫升售价为1200美元 相当于每升120万美元 而世界头号总马伽利略的配种费用 据估计为65万美元 相当于每升1200万美元 冠军总马经验之所以如此昂贵 是因为它们可以传递给后代一些 有利于赛马或马术表现的特定基因 比如速度 耐力 跳跃能力 智慧等等 这些基因在马的遗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提高后代在竞技场上的胜率和价值 因此 许多赛马或马术爱好者 投资者或饲养者 都愿意花重金购买冠军总马经验 以期获得优秀的后代 然而冠军总马经验的市场 也受到一些法律和伦理的限制和监督 例如在美国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冠军总马 并且规定只有自然交配或人工受精产生的后代才能参加赛事 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对人工受精有所限制或禁止 此外 一些动物保护组织也对人工受精过程中 对总马造成的伤害和压力表示关注和反对 总之 冠军总马经验是赛马界的黄金 它可以创造出无数的财富和荣誉 但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争议 我们希望通过科学和道德的平衡 能够让冠军总马经验既能为人类带来利益 也能保护总马的健康和福祉 第二位 厚的血液 海洋中的蓝色珍宝 厚又称马蹄蟹 是一种生活在海洋的奇特生物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 比恐龙还要古老 被誉为活化石 厚的外形像一只大型的鳖 头部有一顶硬壳和一条尾翅 身体有十只脚 其中两只长有钳子 厚的血液是淡蓝色的 这是因为它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 而不是像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含有铁离子 铜离子可以使血液呈现出蓝色的光泽 所以厚的血液也有海洋中的蓝色珍宝之称 厚的血液不仅颜色奇特 而且价值非凡 一加轮的后血液可以卖到6万美元 这是因为后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细胞 叫做凝血细胞 这种细胞可以在遇到细菌或毒素时 迅速凝结成胶状物 从而阻止感染和突变 这种凝结反应在医学制药领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可以用来检测药品 医疗器械 疫苗等是否被污染或感染 如果在后血液中加入一些可凝的物质 一旦出现凝结或变色 就说明物质中含有有害的细菌或毒素 这种检测方法既快速又敏感 被称为后施剂 后施剂在医学领域已经广泛应用了几十年 它可以保证药品和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也可以预防一些严重的感染性疾病 如败血症脑膜炎等等 如果你曾经打过预防针或者接受过手术 你可能就是后施剂保护过的幸运儿之一 然而后施剂的制作过程并不简单 也不无害 每年有数十万只猴被捕捉到陆地上 被人工抽取约30%的血液后再放回海里 虽然大部分猴可以存货下来 但也有一些会因为创伤感染或被捕食而死亡 此外 由于人类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和对鱼类资源的过度开发 后的栖息地和食物也受到了威胁 这些因素导致了后的数量的下降和种情结构的改变 使得后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为了保护后这一海洋中的蓝色珍宝 人们正在努力寻找替代方案 一些科学家正在尝试开发人工合成或基因工程的后施剂 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 一些政府和环保组织也正在制定法规和标准 以限制对后的捕捉和使用 以保护后的生存权利和福利 我们希望通过人类的智慧和良心 能够让后和我们共享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 以前我们常常调侃 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可是估计很多人都没想到 我们自己的血液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液体之一 血液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人体血液量大约是体重的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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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液量为4200-4800毫升 一般来说如果失血量较少 不超过总血液量的10% 则通过身体的自我调节 可以很快恢复 如果失血量较大 达到总血液量的20%时 则会出现脉搏加快 血压下降等症状 要是在短时间内上市的血液量 达到全身血液量的30% 或者更多 就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在人体大量失血的时候 需要及时输血来进行补充 以此维持身体各项技能的正常运作 但人体血液可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卖血都是违法的 而美国就是那个少数派 它是世界上少数允许有偿献血的国家之一 美国有偿献血的价格取决于不同的血液中心 血液类型和血液用途等因素 一般首次捐献血浆的奖金是900美元 之后金额会下降 通常来说 人们每次捐献可以赚到30-60美元 是不是看起来不太多 但你要买血的话 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美国有偿献血的市场规模很大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液出口国 每年出口血浆和相关的血液制品超过200亿美元 比卖大豆赚的还多 有预测显示 到2024年 美国血浆产业的市场价值将达到440亿美元 虽然对有钱人来说 这血并不算贵 但它的价值不仅于此 因为当人体需要输血时 它是唯一可以维持人们生命的液体 即使是科技发展到现今 可以上天入地前海的地步 也造不出可以替换人类血液的液体 好了今天的高套版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希望您能 点赞 订阅 在收藏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